我們看這個第四題 他說現在的話 由A走到B要走捷徑 那有幾種方法 那我們用加法原理的方法數累積起來 A從這裡走有一種方法 一種方法 一種方法 一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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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種 那這是一種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說 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不對喔 從這裡走到這裡而已 一種方法 你走到這裡的話還要等一下跟這個 要什麼呢 要把它加起來 好 那走這裡的話有一種方法 從這裡走到這裡一種方法 一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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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從這裡走到這裡兩種方法 這樣一種這樣一種 就是兩種方法 走到這裡來的話兩種方法 走到這裡來的話還是兩種方法 那一加二 這三 走到這裡三種方法 一種是從這裡過來是兩種 一種是從這裡過來是一種 所以加起來三種方法 那這裡是三種方法 加兩這四種方法 好 一加二這是三 三加一是四 四 四 然後過來這是三 過來這三 四加三這是七 好 這也是七 現在是十四 好 那四加一就是五 所以十四加五多少呢 十九總方法 十九總方法 十四加五 所以答案是十九總方法 十九總法 這麼久 十九總法